一層一層一層的拨開我的心 2007年 因為參加選秀節目 讓留著略長頭髮 而有著山頂東人外號之稱的楊宗偉 陰陽剛而細膩的歌聲 偶爾帶點哭腔的獨特嗓音 濃烈情感 讓他在短短期七天一夕爆紅 直播接種而來的謊報年齡事件 再加上纏住楊宗偉 好長一段時間的合約問題 讓他從2008年 發行第一張專輯 歌子後的歌手錄走來坎坷 而近來積極到內地 參加大型歌唱節目後 竟在重新帶著大家回到內論 聽著愛唱歌的楊宗偉 單純唱著歌給人的無比感動 2012年2月1號 楊宗偉首次參加的大陸節目 我是歌手的錄影 和兩位同樣都已經是 成名歌手的參賽者 一起站在這個 有著演唱會規格的舞台上比賽 而總是挑女生歌來唱的楊宗偉 先後唱了天后王妃和娜音的歌曲 用專屬楊宗偉的口吻 感動了台下五百名的聽神 一切對於我和你 你是愛我 你是愛我 你愛我答應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很少看你唱 不是她 不是她 這不是她 就這樣陪你征服 切斷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堅固 我的確定是無路 我吃很多人 就這樣不得了 我愛我也知道 你愛你與你一切無路 我愛你一切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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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杨宗伟细腻的唱法 让人很是感动 连天后王妃 也在微博夸大好听 演曲也很棒 但比赛毕竟是残酷的 两轮比赛下来 杨宗伟排名第七 最后只能被淘汰 而或许杨宗伟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散发出为自己而唱的魅力 开始扩散 所以在3月29号 举办了败部复活赛里 就让杨宗伟再度回国 我这次的选曲 就像金石一样 会比较 我很担心很多人没有听过 我发现 因为在听完我唱这两首歌 他脸都绿 《洋葱》那首歌 大家都会出的心 你都可以穿洋葱 全文洋葱也付你的票 你的帮手 我们在选歌过程当中 你不要换了 你真的好帮你 你不要这样好帮你 就看我们得出 对 我们人生在世嘛 好好地玩自己的音乐 然后 没错 这就是杨宗伟的坚持 不划重举重 不为比赛而比赛 把每一次舞台都当成最后一次的他 选唱不那么热门 但有意义的歌曲 听着他歌声里 传来的浓浓感情 林一同参赛的新晓妻 也跟听神们一样哭惨了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距离的谎话 别让我的真心散得下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 离听 不由吗 杨宗伟的歌声有着一种努力 从低南西雨到一层层堆叠的情绪 在副歌爆发 听着他的歌就像听着一个故事 慢慢消化后 你会不自觉地着迷回味无穷 我已经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我已经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我是歌手 半决赛 获得第一名的歌手是 杨宗伟 从被淘汰 然后拜托复活 再重新回到 我是歌手的舞台 不能否认的是杨宗伟独特的唱腔 和强烈情感的渲染力 早就升职听众的心 也难怪会在半决赛里拿下第一 只紧接在4月12号登场的总决赛 杨宗与林志炫 谁能赢到最后呢 其实最初去参加我是歌手 本来就是 我心情本来就比较紧张这样子 其实站在舞台上 我当然是 就我自己的观点啦 因为 我还是希望带给大家 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 包含我可能我自己 总决赛的曲目都 可能大家也没有听过我唱过这样子 有时候其实 输云天注定 这句话讲起来好台 我就是 就是 输云天注定 一直以来对杨宗伟而言 唱歌不是因为要出国 不赛拿冠军 而是因为他想唱 他爱唱 想就唱歌 找到对每件事情 最初的爱 三个一年多 杨宗伟终于在推出他的第三张专辑 《出爱》 找到音乐教父李宗盛 以及清风 韦里安 严爵等 创作新锐 共同打造之章 在建议杨宗伟内心的专辑 要用音乐找回《出爱》 好 恭喜 恭喜 因为很久没跟大家见面 然后其实心情算起来 还算平静吧 我们超开心的 其实看到你们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没错 所以跟着杨宗伟 自己填词的首播主打 其实都没有就是要告诉你 你以为身边很多事 似乎没留下什么 但早在那个当下 其实引留下什么在心中 一直被外界定位为 狠做自己的杨宗伟 每每发片总是风波不淡 因为他的坚持 因为他的不解释 造成了很多误解 像是日前才临时取消所有通告 新专辑坚持不办记者会 不宣传的做法 再度引发难搞传闻 或许这也是杨宗伟 在其实都没有 这首主打歌里最深的感触 不同于上一张专辑的音乐风格 杨宗伟自在地 用一种杨宗伟说故事的口吻 不再只是用浓烈巨大的情感 唱歌给大家听 他唱出他这些年的感受 这些年不变的爱唱歌的心 就算因为一场比赛 再度得到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的喜爱 但千万别忘记 那个只想唱好歌给大家听的杨宗伟 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冠军了哈欺整理报道